柯文哲博版面真的很有一套 来 宇轩告诉我们 他已经看到2026提出了N加1 哇 被骂到爆 他也博到版面了 阿伯现在出事了 阿伯真的出大事了 他如果再继续出事下去 可能会变出三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你先看 柯文哲过去 叫做一身令下 底下无一人不从 为什么 因为他有神性嘛 柯文哲白连教不是一个政党 他是一个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一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 你不能去质疑挑战这个神的 但如今他遇到挑战了 所以就要更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 他神坛的左脚 要摔下来了 起一个 来 看法院者讲说 我们2026年 我们办那个N加1计划 我们把这个议员 换言之就是 现在每一个区他们有的议员 算十几个不多 就再给他多多加一个 再多提名一席 听起来是好事是不是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基层大炸锅 他的前幕僚 就我们大家认识的 这个Grace 很爱开黄枪的Grace说 我等一下啦 陈志涵空降哪里 我就去哪里啦 这Grace跟他呛瞎 但Grace呛瞎我不意外 但可怕的俊宗教团 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 他们底层都呛瞎 这十几个议员 通通跟柯文哲造反 前幕僚走就走了嘛 你讲我可以不要理你 问题是 党内选出来的议员 直接呛瞎歌批啊 对 江和树耶 各位 我们再看一次 江和树耶 江和树是谁 台中之前脸贴脸如秀燕 然后跟柯文哲如交事期 叫柯文哲选台中市长 他爱把他弄不掉 江和树耶 他真的说什么 我跟你讲啦 你民众党四年多啦 不是每个人都是国民两党啦 不是塑胶啦 你若提名绝对会落选 各位这个理由 这个道理在哪里 柯文哲一直跟大家讲说 民众党是一个很伟大的政党 很了不起 创造第三势力 但江和树说出了实话嘛 因为当你回到现实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以民众党的票源 一席议员已经很紧绷 如果再提一席 都会发生什么状况 黄敬盈也给你看 2022年的时候 我们讲学姐 哇 这个以这种最高票 非常高票之姿 来到这个四零北投 去选议员 结果呢 同党本来是谁先经营的 陈思宇嘛 后来发生什么状况 学姐太强了 学姐的票分给她 都还可以当选 只有学姐一人当选 陈思宇落选 那我就问 对于现在 所有现任的议员而言 他们当选一起 是不是就已经很紧绷 困难了 那如果再加一个人进来的话 请问他们有没有可能 两个都双双落嘛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嘛 所以这凸显出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民众党的基层 有了选票 有了经营基础咒 再也不需要柯文哲啦 过去我要仰赖 我要看你面识 看你头面 因为你是我老大 我要仰赖你才有空气票 但我现在自己有票了 所以我不需要你 再第二件事情 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代表民众党的基层实力 根本不可能 如同柯文哲讲的 一百一千嘛 连一席都很难的嘛 即便立法委员不分区 选成这样子 对他们来讲 三百六十九万 也只是空谈 而第三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的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以前柯文哲一声令下 每个人为这个 马首四三 结果现在 人人都跳出来造反 什么 我们不要讲蔡壁如了 什么学姐啦 然后什么江和树 然后一堆议员 通通都讲 嗯汤哦 你就知道 柯文哲的领导威信 受到了挑战跟危机 这种公然叫板 说明什么 你这个恩加一 让现任的 可能要跟着覆灭 这不是一个 疼惜人才的做法 柯文哲是 疼惜人才的人吗 很多人说 那可能根本就不是 来看这个人 出来了宝宝 他居然 真的跟血滴子 蔡壁如同框了 对对对 而且当初是 他有人 PO出这个照片 他说宝宝吃宝 我要接下一句 宝宝吃宝 文哲跌倒 宝宝吃宝 文哲就会跌倒 为什么 出大事了吧 好不好 第一个 杨宝珍现在的确是 离柯文哲 渐行渐远 但是是柯文哲 自己甩掉的嘛 居然跟刚才讲一句话 说柯文哲 疼惜疼才 不要开玩笑了 柯文哲这个人 心中本位 只有自己 每个人都当作 卫生纸战术 你如果觉得 我偏颇 觉得不相信 我反问一件事情 请问柯文哲 第一个任内 台北市长任内 到现在为止 有谁还留在他们身边 答案是零 没有半个人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 连这个最后 原本对他死心塌地的 都走了嘛 而且现在这些基层 你看哦 蔡壁卢 有没有基层实力 有 他根本不需要柯文哲 他甚至还害怕 柯文哲来 杨宝珍有没有实力 到哪里都选上 有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状况 当柯文哲流量 瑞减 甚至没有话题 没有议题 必须要去整天 去蹭皇国 昌皇 三三的时候 这些人 大家都大胃了嘛 我自己自成一派了 不需要再看你脸色了嘛 你看就有人出来讲 台中市党部主委 就这位啦 这个我们讲 姜和树就说 他选哪一区都会当选 但我跟各位都讲 这是陷阱题 因为杨宝珍选哪一区 蔡壁卢都会落选 因为地方的议员 大概会炸锅 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 分析过这个状况了 所以但是这代表一件事情 杨宝珍的基层实力 跟他的粉丝 现在已经不是 不是无下阿谋 不可同日而语 好贾民你怎么看 柯文哲的这个N加1计划 很多人不看好炮轰 他也搏到版面啦 当然我认为 这个柯主席 他想的那个叫做 大的原则 N加1 就是说如果先任有一席 可以考量要不要加1 如果先任没有的 就至少提一个嘛 这个很合逻辑 但实物上不可行 对 可是你要知道 民众党上一次 他们就是已经野心很大 因为他2020年 第一次政党票 拿了12%左右嘛 他们都说出 我们要大量提名 提了86个 只有最后当选几个 14个 最后只有14个啊 那当选率低啊 所以所以我说 如果民众党 要做高额提名 这没有问题 因为你确实在壮大 可是重点在于 哪些区域该加1 哪些区域该保守 自己要有内部的 一个重要的评估 而评估的标准 当然不是江和书说了算了 是全党也不会是你 柯文哲一个人说了算 这个不像是那个海洋动物 为了繁衍 一次下好多弹 一袋一袋可以繁衍 会不会反而造成全灭啊 其实啊 我觉得柯P会讲到这个话 就代表他对于政党提名的运作 应该是属于幼稚园的那个成绩而已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市议员 尤其是市议员成绩的提名里面 过去国民党事实上血泪斑斑 如果比如说你原来这个区域原来提名只有四个 那到了这一届我要提名五个的话 我跟你讲 其实现有的议员几乎都跟你拼命了 在过去好多都是这样 因为他会认为说我的池子并没有增加很多 对不对 四个人分跟五个人分就不一样啊 对原来五个人分变成六个人分也不一样 那今天民众党他在一个要成长的过程里面 那我真的觉得就说柯P对于整个他未来政党的一个提名策略 还有他在地方组织的发展 我认为他还是无萨萨 比如说他应该把它变成说我要遍地开花 比如说大家知道就说可能过去提名的这个区域过少 那现在在以前没有提名的地方呢 我愿意多提名 那这个搞不好就很多的年轻的有志的这个年轻人 就更愿意去加入民众党啦 或者他喊出 比如说对台北市来说 现在是四席的议员 那我就喊出一个 我未来要起码变成六席 六席就是说我没有的那两席 我一定给他选上 确保这四席可以连任 我四就变六席了 对不对 增加百分之五十 这个大家也觉得 要留下来选的人也觉得说 那我应该得到很多的奥远 可是你现在翻来覆去的 然后没有很珍惜 你原来应该继续在蹲点的 然后内斗生不断 你搞一个N加一 把现在所有现任的议员给搞毛了 而且每个人是说 这个不是壮大 这个是要削弱我的实力 每个人都削弱的蛋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 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健康发展 而且就算你以后要N加一 哪有人这么七早八早讲 我就跟你讲 国民党那时候都是 那一年要选了 大概前一年开始说 可多加一席 大家就立刻炒成一团 所以我觉得 你们就算是不懂 然后看看过去的经验 问问别人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 是 人知你怎么看 难道柯文哲他不晓得说 其实多席次选举 都是同党之间在抢票吗 然后如果说你的那个盘不够大的话 你会让你原本的现任议员落选吗 他不到这个事吗 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去跟他的现任议员沟通 所以为什么江和树第一个跳出来 因为江和树除了是台中市党部主委之外 他也是议员啊 我举我们新美市的状况嘛 如果说有一个区 我们新美市新庄区有一席是民众党的议员 那那一区就选七个而已 选七个非常紧绷 非常紧绷 你说今天如果说 民众党要在那边提两个人的话 那你说那个现任议员会不会紧张 当然会紧张 票被分掉啦 所以柯文哲你讲N加1是希望盘做大 结果你反而会 有没有可能让现任议员因此落选 这个主席讲这个话 很奇怪就感觉真的是很外行 好啦那 柯文哲讲了每次都被他打脸 肖套开会馆讲了被打脸 然后N加1讲了一堆 党内的人都不支持 那你这个主席的微信 还存在吗 哪有时候主席讲话一直被打脸的 然后你讲N加1 你是不是需要全台湾都很多人才 可是民众党有很重视人才吗 就讲刚刚讲大家讲杨宝珍 杨宝珍中午的时候跟蔡... 在台中跟蔡...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跟蔡壁如 同光聚餐嘛 那时候有人就去问柯文哲说 他们是在哪里聚餐 柯文哲也很好笑 柯文哲就说 这个杨宝珍他老家在台中啦 所以有可能在台中 杨宝珍在台北上班啦 也有可能在台北 不论如何都有可能 那有讲跟没讲一样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说杨宝珍 就是暂时离开 对不对 大家讨论得非常的热烈 柯文哲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联络啦 也没有想要说 宝珍啊 之前是你委屈了 要不要回来 你挑一个地方 好好打拼 我们给你力量 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没有 放牛吃草啊 所以对于杨宝珍这种 有声量的人 你都这样看淡了 更不用说 在2022年 全台各地都很多帮民众党 打选战的议员候选人 后来落选之后 柯文哲根本对人家不理不睬啦 所以你没有人才 没有人进入到民众党 你在那边喊N加1 干脆讲喊N加2好了啦 你就没有人啊 好伟瀚 这个柯文哲喊出的 2026N加1的大计划 居然被前幕僚打脸说 这根本是全部歼灭的计划 你怎么看 N加1 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议员 所以这个加1 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 像台北市六个选区当中有两个 现在目前没有民众党的议员 松信没有 上次亚宝珍落选 中正万华没有 吴宜轩选 他还在选嘛 所以这一席 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 就是N就是0嘛 再加1席 松信提议席 中正万华提议席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怀疑 不然呢 难道一个政党不希望 这个开疆辟土 攻城掠地吗 但是问题 坏就坏掉那个N啊 N是所谓现任议员 这14个当中要加1 整个都点点 我们刚刚好车要跳出来 江和树台中的议员 而且他还是台中民众党的主委 他有讲哦 我是没差啦 我做主委你 对吧 我在怕啥 把人就拖在蛋啦 这四个现任的 张志豪 然后陈佑辰 还有林真宇跟黄敬宇 那主席都这么说啊 那我们怎么办 会不会很错啊 你找人来跟我抢票 不能寒扣嘛 而且事实际上还很久 你现在讲也没有用 可是呢 造成反弹 反而不是国民党民进党 因为国民党民进党 自己有自己的盘 反而是他的基层会担心说 那这样子造成 现任议员的排挤 那怎么办 难道真的以为 民众党就可以 各区都选到 两席以上吗 英加一的那个N 现任的议员 还要有一个竞争者 他们内部会担心 不过我还是这样讲啦 我觉得 一个新鲜的政党想要 因为他的目标 是跟国民党民众党一样大嘛 希望自己的党的基本盘 能做大等量奇观 所以里长 市民代议员要多 方向跟基本概念 应该是没有错的啦 我们看到了 宝宝杨宝珍的悲情离职 含泪离开 引爆了民众党 潮湖的风暴第四天了 他们的发言人群 现在在出面灭火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到 这个人吴宜轩 他出面否认哪有内斗 都是国民党在对选前 蓝白和不合 他还点名好几个政治评论员 说你们加油天簇 你们最好适可而止 听听看 这到底是灭火 还是在点火 现在民众党很多人 那些KOL的脸书 或者他明代脸书 通通都被灌爆 为什么 大家觉得 杨宝珍以前过去 是民众党的女神 人女神离开的时候 哇 梨花带泪这样的情况 你说真的没有公斗 一般人 有眼睛的人 他们都会打上个问号 那你说真的 一般人都打上问号 光是我们跑政治 跑那么久 我们跑十几年政治新闻的人 看这种 这种剧本看太多了 所以当然一开始 就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被请思 没想到我这样质疑之后 现在民众党也盯上我了 他盯上我跟林涛 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特定人士 说我们在胡言乱语 来讲这一通 说什么 这就是戏码 但我必须坦白讲 第一个 我没有加入国民党 我也不是国民党的人 我过去可能曾经在市府服务过 但我没有加入国民党 但问题是我现在的身份 就是媒体人 媒体人就是有依说依 有实说实 我们就照我们过去的采访经验 还有当事人呈现的脉络 我来分析 那吴怡轩坦白讲 他是我 他也是我好朋友 我们过去认识十几年 我们一起跑过新闻 所以我不会怪他 我知道他写那篇文章点名我 他可能有他为难之处 所以我不会跟他计较 但问题是 我们要回归到事情的本质 让观众朋友了解这样的情况 现在民众党也不只点名我而已 他点名很多媒体人 基本上通通都有点名 只要说有被公斗的 基本上都会被点名到 包括谁 包括我们的惠珍姐 姚惠珍 他也被点名 被点名说什么 你们都乱讲话 我们哪有公斗 因为姚惠 甚至还有吴亦轩在直播节目上 直接点名姚惠珍说什么 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姚惠珍 哇 我们大家都知道惠珍姐的脾气 你只要戳他一下 哇那不得了 他一定会跟你杠上 那姚惠珍坦白了 他也不是神油的灯 他就在这个友台的节目上 也当场回向微信 说真的 你要记住 你是发言人 他是记者 你怎么可以发言人说 我最讨厌的就是某个记者 过去没有发言人这样讲过了 发言人通常都是要跟这个记者 打好关系 那我们什么消息 可以拜托你 把我们曝光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看 这个民众党等于是打破蓝绿的框架 过去蓝绿的发言人 不管他做得好不好 基本上对媒体 基本上都不会二言相像 即便他们有错误 也不会二言相像 可是你看民众党 第一个先点名记者 点名我们的媒体人 这样说得过去 所以我就说 姚惠珍其实还有讲 比较进辣一点 他说 你拜托你长大好不好 因为现在很多在网络上 都风无于轩 他是高中生发言人这样子 那我觉得台湾这样的发言 这样子的说法也不好 也不会谴责说 这样子信念吴亦珍的说法 那我问你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开记者会的这个现场 你看哦 宝宝的请职可以烧四天五天 这件事很大条 可是怎么会这样在马路边 开记者会呢 大家很好奇 通常民众党团开记者会 都在民众党团的办公室 或者记者会室 直接开 他们里面很多麦克风 桌子也给你排好了 媒体记者也可以进来 可以上位子 什么都很方便 因为你看杨宝珍礼拜一 开记者会的地方在哪里 在民众党党团的门口 他没有进去 那现在姚慧珍 他就觉得质疑说 为什么他会在门口开记者会 你既然是党团的人 你既然做什么重大决定 你应当在党团的办公室 或记者室里面 开记者会才对嘛 那他质疑 会不会是有人 不让他在党团里面 开记者会 那个人是谁 他质疑是陈志涵 像陈志涵目前的台湾 他人现在也不在国内 因为像早上看新闻报道说 他原来全家大小 现在都出国了 你知道吗 俊阳哥 那可是这十几点 就让他觉得很奇怪 现在火烧了四天 陈志涵本人 没有当面出来做说明 而且现在立法院是开议 你是党团主任 过去我们跑立法院的时候 立法院开议第一天 很多记者要跟党团主任怎么样 换影片 交换资讯 了解之后 你这个会计要做哪些 ABC的事情 可是你看 民众党的党团主任 在立法院开议的第一个礼拜 全家出国 这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像被人家急 不是没有道理 好 秀琳 今天我们大家就在追这个标 战狼派变成 压倒宝宝的最后的稻草 战狼派涂掉 改成陈志涵 陈志涵会变成 压倒宝宝的最后的稻草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志涵 针对烧了四天之后的任何回应 因为人在国外 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民众党这几天 当然一直告诉大家 绝对没有什么内斗 绝对没有公斗 然后没有战狼派去欺负宝真 那宝宝只是因为很累 这个四年打了三场选战 等等这些原因而已 但是有个关键的讯息 今天早上 吴怡轩被访问的时候 有提到说 那事情已经闹这么久 闹这么大了 那你们有跟宝宝联络吗 他说的说法是 打电话没有接 就是说 吴怡轩假设 这个宝宝并不是因为 带着委屈的眼泪离开 他不是很开心的离开 或是很自愿的离开的话 为什么 你的姐妹涛 党部的姐妹涛 打电话给你 你也没有接 这个就是一个人性 我跟你如果拦辱高不回 我知道你来送暖的 我可以跟你聊一聊 我不可能连讯息都不回 我连电话都不接 没有道理 所以这中间才会 大家会有这么多的问号 如果他真的并不是 如外界所揣测 外界所分析 外界所观察的原因 是被逼走的话 不管是心累的被逼走 或者是直接被逼走 这两种嘛 有心理上面被逼走 或者是身理上面被逼走 两种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 显然是带着委屈走 那你要说 这是不是内斗 这是不是有人欺负他 这当然不同的人 站在不同的位置 你会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但事实上是 他现在连你们的电话都不接 代表他的确是心中有愿 所以电话不接 那电话不接这件事情 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你们现在都不要再找我 不要想要叫 因为政治人物发生绯闻 政治人物发生弊案 很喜欢把这个 太太找出来开记者会 就解决了嘛 对不对 就是我最亲密的人 你们说我对不起他 他出来说没有 我支持你 事情就解决了 宝宝并没有想要走这个戏嘛 所以你们找他 当然就找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宝宝 不会出来告诉大家说 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些事情 那至于有没有 我不证实 我也不加码了 我哭完 我已经告诉我 把讯息传达清楚了 那我也不加码了 剩下的 你们就自己看着办 这哪里像是跟你共战四年 有革命情感 就像柯P说的感情这么深 所以哭得宝宝 这没有道理 但一雄 今天还有一个说法说 他其实会离开 是因为被逼 逼到走投无路 是真的吗 这三句话告诉大家 讲最狠的话 演最假的戏 然后哭最惨的花 要怎样 要掩盖这朵花的事实嘛 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问这个战狼 你过去对媒体的方法是怎样 对你属下 处理媒体的方法是怎样 你要不要讲出来 我告诉你一个答案 他过去呢 所有的人 媒体都要经过他 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党团 但我们知道一个问题 今天杨宝珍不是一般的幕僚 他是民众党的政治明星 结果你一来的时候 你把那套规则带进来 请问你是不是要封杀他 你当人家会受不了吗 那请问这算不算 做一根稻草啊 第二个 你有没有叫他扫上媒体啊 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结果没有耶 开议第一天刚刚忘泽讲了嘛 就是整家出国 有人开议在出国的吗 杨宝珍当时的记者会是说 他要把这个工作交给制涵很好 结果接他工作的人 整个家里都照料料 这是叫什么接嘛 再来第三个 我请教全民众党 请问现在谁找得到他 我跟大家讲啊 连秘书长周一修都 我打电话都找不到人啊 那柯文哲找得到吗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人家根本不想陪你演下去了嘛 所以一开始我们不是说那个问号吗 不用问号啦 本人在这里负责任讲 就改金探号就好了 在大议事厅 电堂之内居然上演了立院三朵花 直接给你上演全武航啊 你看到面对镜头那个人是谁 那个是许草新 背对的是黄杰跟吴佩毅 三个人直接爆发冲突 后来啊 左跑右跑男性立委要去拉 都拉不住耶 到底吵什么 那我就问了 那个传说中的关键八席民众党 到哪里去了 是关键少数还是 没用的少数呢 一早立院督军的柯文哲 媒体追问他 杨宝珍请辞是不是被母姐会斗走的 是不是一场新旧势力的斗争 下一个倒下的又会是谁 问啊问 问到柯文哲居然结巴了 是啊柯文哲 今天大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宝珍昨天哭了 哇大家看着宝宝粉心里都碎了 你知道吗俊阳哥 我昨天在节目上就讲 这一哭可能掉到百万的宝宝粉 都有可能 柯文哲应该好好提高警觉 不要因为杨宝珍的事情 导致你整个民众党 直接呱呱落地 像今天柯文哲好不好 他礼拜二跟礼拜五都要来立法院 今天他骑脚踏车来立法院 看到记者在读问他说 到底有没有内斗这件事情 他怎么讲 他说不要再讲 不要再讲这件事情 就快不能走到党团上面去了 看了出来柯文哲给人家态度什么 他没有想讲这件事情 可是你没有想讲说 会让他更多做文章 如果今天党主席 我党内有发生纷争 我当然是希望能够讲清楚 大家开大门走大陆 讲清楚就不会有事了 可是你看 今天柯文哲的态度 其实留下党内内斗的一个暧昧关系 内斗的暧昧关系是谁 大家会想到说 杨宝珍是不是在跟陈志涵 在上演所谓的后宫真缓转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就在节目上直接讲 他讲说 这个有可能是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大家大过年 每个网友都在追什么 追后宫真缓转 那现在会不会真实上演 这大家觉得很纳闷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柯文哲 过这一阵子的用人 台湾讲 第一个有资历的 可爱的 先滚蛋 留下来都是什么 都是他喜欢的人选 你看有资历是谁 蔡壁炉 谢力公 陈婉慧 现在有在党中央里面 都没有 那现在留下来都是谁 就像志涵姐这些人 所以大家就说 是不是你自己在默许 这个后宫真缓转 在民众党上演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但我就去问 我们昨天在报新闻节目上面讲说 杨宝珍把他所有的青春 这五年 跟民众党一起创造到 现在这五年的青春 通通奉献在党中央里面 可是民众党 有没有给他相对应的位置 没有啊 那他当时在2022年 他去代表那个死亡之主 台北松信选议员的时候 他是拿到一万两千多票 选得非常好 可是你看现在 在民众党的部分区名单内 有没有杨宝珍的名字 也没有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替杨宝珍打抱不平 那现在问题来了 包括柯文哲的前部聊 就指出说 连杨宝珍这五年 人家还这么年轻 连谈应该都没办法好好谈 你知道吗 我这多可怜 大家就说 恋爱是女人的第二生命 那坦白讲 他这五年当中 他连恋爱都没办法谈 你就知道 柯文哲坦白讲 对他多疑众 但是你问题是 你有没有给他相对应的位置 当然没有 我觉得今天回过团 你想柯文哲的媒体去问他 他吐了一句话 我觉得听起来 觉得还蛮心凉的 然后宝宝走了 什么看法 他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累了 难道不用给他休息吗 我的意思说 他不是普通累 这五年 他是你的创党元老 他是蔡壁如应征进来的 蔡壁如去递件申请民众党 然后他是你的 原始元老级元祖级的发言人 一路五年打拼 然后该辩论政策 他是汉将 该发言他也很称职 然后该选他又是头号战将 如果是人才 你不留他吗 是啊 杨宝珍就是人才 第一个他长得漂亮 口条又好 做事的思路又清新 我就问 今年刚出报的陈昭之 有比他好吗 陈昭之为什么可以摆在 民众党部分区名单前几名 杨宝珍连排进去都没有排进去 这是柯文哲拿到370万票 大家说有一个小草的功劳 小草是谁发起的 就是杨宝珍跟这些年轻幕僚 发起所谓小草运动 小草是宝宝发起的 我以为小草是黄山山 我以为是陈志涵 都不是嘛 就是他们这些年轻幕僚 有个创意 就现在被人家收割下去了 有人拿除草剑 把这些小草 全部把它变成杂草了 所以就变成说 这些小草 坦白讲已经被干掉 那现在问题来了 杨宝珍请时 其实大家就觉得说 不太单纯 因为原本 昨天我跟他还原一下 昨天是早上先有这个消息出来 后来陈志涵 莫名其妙跟媒体证实这件事情 下午杨宝珍出来开记者会 泪流雨下 大家就说这怎么看 都觉得好像有委屈所在 那现在黄伟和武汉科也分析 说因为民众党 没有相对应的职务给杨宝珍 也导致于杨宝珍其实走的时候 坦白讲 光看这个官媒 你看这个画面 就是有委屈所在 你一个明明是民众党的战将 怎么一个位置都没有 甚至有人说什么 有人可能要取代他的选区 接下来呢 2026年要去选松信区 那我就问啊 杨宝珍这么好条件 你说真的 其他民众党来这个选区 有可能选到一万两千多票 当然不可能 谁要取代他的选区 他明年如果 两年后下一届再选 他胜算很大 是啊 所以现在变成说 大家有分分能揣测 说有没有可能是徐千勤 或者说其他人 要来选他的选区 那问题是 民众党从蔡壁鲁 谢立功再到杨宝珍 都是内斗公斗剧上演 大家想说 接下来的那个人选 下一个会不会都是谁 现在大家会打上一个 非常大的问号 好 夏琳我们看到了 你看到从蔡壁如到陈婉慧 到这一次的宝宝 好像进入了一套方程式 要打仗 你去 我就打回来之后 不理你 他又去 目光都在别人身上 帮你打仗 我不会心寒吗 是人都会心寒 到底宝宝的眼泪背后 有多大的委屈 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 就会有争宠的事情发生 就是有人红 有人不红 有人在这个时间红 那过了这段时间 他可能就不红 我觉得 特别是在政治 或是政党 这种以人为主的组织 里头 就会不断的发生 这个类似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 演变成好像这个连续剧 乡途剧 然后呢 有人哭 然后这个有人讲 这个真寒传 不是真寒传吗 有真有寒 那真寒传 到底为什么会被大家 用这样子的角度去切入 那这是民众党自己的问题 那最大的问题 当然就是这个领导人的问题 对你柯文哲 你让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 在政党里头 不管叫做内斗 叫做公斗 或者是叫做这一个争宠 这种事情 在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发生 不管是民众 民进党 国民党 通通都有可能发生 因为你受到 现在当权派的重用 跟现在当权派不用 不重用 或者认为 你已经过气 这都有可能 但是不会有人把事情处理成这么糟 这个就是 柯文哲没有在领导 柯文哲放任 大家自生自灭 然后呢 互相的 你逗我 我逗你 然后才会爆发出 有人觉得过程当中 非常的委屈 没有大人出来主持公道 那大人可能还站在一个 看着这样子的一个戏码 热戏上演的状态 所以杨宝珍的眼泪大部分就是一个委屈的眼泪 我问你 所以最后一句话 有没有可能 外界现在都会研判是 他被母姐会斗走 而柯文哲没有对他伸出援手 柯文哲曾经对谁伸出援手吗 柯文哲 就是最大的特性就是 他说他是亚斯伯格 亚斯伯格不知道 在他以外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个世界呢 即便有人这个互相的争斗 有人哭了 有人生气了 对他来讲 不会影响他的情绪波动 既然没有影响到他 他没有认知到事情发生 危机正在延烧 他当然不会所谓的伸出援手 他就没有觉得有事发生 他才说杨宝珍累了 累了不就该休息吗 对他来讲这很正常啊 有人累了 那有人哭了 有人怎么样了 那就该怎么样子 对他来讲没有不一样 好今天呢 宝宝的直属上司 之前带过他的 今天小牛来到这个地方 小牛昨天的这个记者会 宝宝讲完那个记者会之后呢 他再也不受访 只有短暂的在脸书po文 我始终觉得他讲话四平八晚 很安全 很不得罪人 但他说出真话了吗 举个例子好了 就像这一次的这个不分区名单当中 其实里面也有另外一个 民众党发言人在其中 叫做林子宇 他是排名第29名 但是大家会好奇是说 奇怪了 林子宇这个人 我们大家对他并不是很熟悉啊 但杨宝珍大家是熟悉的啊 杨宝珍同样也是民众党发言人啊 杨宝珍甚至还是立法院党团的副主任 那他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资格 可以进到不分区名单当中 而且相较所谓的这个林子宇 他竟然可以再待在 不分区名单里面的29名 虽然他在所谓的不安全名单的位置当中 可是大家知道说 作为一个政党 不分区名单就是这个政党的门面嘛 这个政党到底有多少的人才 他一次就是要把不分区名单这样秀给大家看 从一到最后一名 其实就是代表着一个政党的门面 那你要说杨宝珍难道没有这样的资格 去代表这个政党的门面吗 我相信大家绝对是反对这件事情的啊 所以我认为 其实我当然不是说杨宝珍是因为 没有进到所谓不分区名单当中 所以心生怨赫所以就离开了 而是我觉得 台湾民众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会让大家觉得说有这么多的一些 就是这种党内的一些斗争也好 或是党内这些不愉快也好 就是因为他常常在这些决策当中 让人家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大小眼之分 也就是说有些人可以进得到 不分区名单里面 但有些人他就是这么的努力 但是他就是没有背景 他就是可能是从以前到现在 因为我跟宝珍也算是蛮熟悉的 我们过去大概曾经共事过 我们都知道说他其实也真的是 从基层这样子一步一步的 想办法就是创造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知名度 然后想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 努力耕耘 然后到现在这样子的位置 那到了今天这个样子的结果之后 他打算就是什么都不想要 就放弃了 放弃这一切 然后就想要离开民众党 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说柯文哲一句话 他就觉得说他想休息 就让他去休息 当时我也很累 那我觉得柯文哲当时也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你既然累就去休息 这样子就好了 也是没有半句未留之意 我觉得我倒是还好 可是我觉得今天对于杨宝珍来讲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不能再这么的绝情 好 惠晨我们看到大家在问宝宝为什么这个时间 连2026等都不想等 他在等 他大有机会可以选上 他为什么连两年都不要了呢 我觉得宝宝这个人 他也不一定要当什么所谓的主任啊 干嘛 结果现在更不寻常的是 竟然连徐千勤 宜蘭徐千勤都被调回党部 而且就是说现在徐千勤也对外说 说什么呢 其实他是有可能会未来2026年 要选台北市这一边的议员 然后会有定点要来深耕 结果后来现在消息传出来了 原来锁定的就是宝宝上次选的松信区啊 那你要知道宝宝上次已经是所谓的落选头了 才差几千票 一拿这一次再选 连黄伟翰都直接说超过九成的机会 宝宝会赢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原来这个机会当选机会很大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对你来讲太简单了 所以有可能叫你自己去闯更艰难的路 所以宝宝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觉得委屈啊 那我过去这四五年 我为党的奉献 我戏棚下战久了 结果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现在从宝宝回去看陈宝会 从陈宝会回去看蔡壁如 怎么都这么像 我帮你打最难打的仗 结果打完之后 你七只如必喜啊 是 而且今天呢 其实是柯文哲出来讲的一句非常有趣的话 他说宝宝哭是很正常啦 那事实上呢 现在要选议员 也不知道他选松信还是选台中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台中 那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台中 显现在柯文哲的眼中 事实上宝宝他的非战之罪是什么 就是他认为你是蔡壁如的人嘛 那蔡壁如现在已经是到 跟我们民众党那边渐行渐远 已经去投靠了变成卢系立委 变成是在蔡壁如那边当着有几职的顾问嘛 所以 汪不拉撒一句 谁知道他可能会去选台中 哇 这句话其实正证实了 宝宝去职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被视为是蔡壁如的人嘛 那你刚提到陈婉慧 事实上也是非常关键一个角色 为什么都知道 陈婉慧跟蔡壁如他们两个人 原本都是在 柯文哲这边 这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结果柯文哲一声令下 去抢摊 摊头 蔡壁如去台中 陈婉慧直接派去宜兰 说一句实在话 陈婉慧 宜兰不好选 人家也选得漂漂亮亮 人家也打得虽然没有当选 但是也帮你抢出一些成绩来 这个也是没安排 没安排到什么夸张的地步 你知道吗 包括春久 包括尾牙 一个是说有通知 他时间不能到 另外一个是直接没有通知 就陈婉慧人家这也是大气 因为他可能在政治上这个部分 也没有再过多的一个欲望 不过陈婉慧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曾经在跟柯文哲 有一次要离别的时候讲说 你要对蔡壁如多一句好话 什么意思 显见就是说陈婉慧跟蔡壁如旁边 都是包围着柯文哲 帮柯文哲处理很多事情的人 但是连陈婉慧看着蔡壁如 跟柯文哲相处情况 他都认为柯文哲对蔡壁如不够好 不够就是肯定他 这也可能是导致 为什么蔡壁如跟柯文哲现在 渐行渐远的原因 民众党内茶壶的风暴 柯文哲到现在还是参不透 怎么这么一个发言人请思 可以炒三天可以烧三天 不可能还要烧更久 烧到他今天忍不住喊出三个字 受不了 今天我们就问谁造成的 还不就是你柯文哲吗 观众朋友如果早知道会如此的话 柯文哲在宝宝养宝针要离开 梨花带的那一天 就站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开气质会 哪有这几天的剧本 每一个讨论这件事情的媒体 媒体人都会讲说是 在制造这个带风向 在自己写剧本 我也真的觉得很无奈 为什么 因为宝宝那一天讲完话之后 现在人在哪里 没有人找得到他 你不是说我辞掉党职 我还是党员吗 党员不能跟主席一起吗 当然可以 主席来了跟在导播带了个大画面 他去参加很多活动 旁边不站很多人吗 宝宝呢 没有 人呢 没有 所以我先跟大家讲 杨宝珍的说法 我们这几天已经完整 而且完全没有断档举意的还原了 可是他的说法是如此 一样 看到三大不思议嘛 三个事情大家想不通 宝宝怪怪的 为什么 他在讲话的时候旁边没有人 然后呢 事后黄珊珊 还有很多人都去他的脸书上面 给他按赞 跟大家说加油 然后来观众朋友 因为我有去问 这个我先跟你解答 为什么陈志涵 在整篇 就是杨宝珍的那个po文下面 我们现在点名了 林振宇给爱心 然后那个林鼎立太是翻译人 他讲说这是我们的好搭档 欢迎你回来 李友宜 还有吴宜萱现在信任部主任 还有黄珊他都讲宝宝下游 那这个不是我了 对不起 这都算到我头上 有人讲说 陈志涵怎么没有来留言 对不对 他讲说陈志涵他是主任 可能站他的位置以后 你们是不是有心结 陈志涵为什么到现在目前没有去留言 好观众朋友 据我个人所知 我不能帮大家公布行程 他现在没有在台湾 他跟老公带家人出去玩 那像我在国外的时候 你不是有个东西叫网路吗 我很忙 我这玩 我们不能苛责 但我至少能讲到这里 他可能在国外玩 所以他就没有po人而闻 但是现在是这样 这是网友发现 不是我 所以大家都去给杨宝珍 鼓励的你没有 独缺陈志涵 好 那三大不识意的第三个就是这个 那当然 因为杨宝珍 他也是有很多粉 宝宝粉很多 他开直播他主食的时候 那有的人喜欢柯文哲 有人喜欢杨宝珍 有人都喜欢 那是不是宝宝粉 连带着使一些 年轻的杨宝珍支持者 现在是不是也对 跟着走了 跟着走了吗 观众朋友 刚刚要录影之前 我还特别上网去看一下 这个是之前 柯文哲的木梁 他去po一个文章 想说 我发现有问题 为什么陈佩奇的po文 隔了一个晚上 连三千站都不到 刚刚我去看 快钱多少 也都是破万 破万起跳的 因为这个是取妻当起陈佩奇 所以柯粉几百万的柯粉 都是喜欢陈佩奇的 可是 他说为什么隔了一个晚上 没有三千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 现在下午的四点钟了 已经有六千了 但是也没有破万 那确实没有原本的 那个人气这么旺 民众党自己要去面对 民众党内部的问题 杨宝珍哭 不是我们造成的 杨宝珍离开这个职位 不是我们逼他的 杨宝珍连 看起来稳上的松信的议员 现在讲说 可能有别人要选 柯文哲回家记得问题的时候 他还加了一个 他说他可能要选台中 你等一下 谢力公是以前的秘书长 我也不知道内情 跟谢力公讲说 哪有这种事 当时他当秘书长的时候 问杨宝珍 杨宝珍讲说 我要选松信 如果你说我对政治 已经非常的厌烦了 我可能到业界 我到企业界 我会去念书 那也没有选议员的问题 怎么会变成是 松信不选选台中 这些事情都让我看到 三个字叫做 俊江哥 怪怪的 还有一件事情也怪怪的 到底谁在阻挡 人民对于食安疑虑 要求政府说明的 这个要求呢 来我们看看 立法院刚刚开议 那不是说希望 行政院来报告一下 瘦肉精吗 到底谁在挡 好 今天怪怪的 我可以用很多字 我又来了 怪怪的 讲食安专案报告 讲了这么久 而且要求食安专案报告 包含蓝包含白 但是你知道柯文哲 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因为这是柯祖吉的讲法屋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直述 他说这个东西 有什么好吵的开什么会 他说这看起来应该是 实验室感染 送去验一箱都知道了 他又变成了 你还在开什么专案报告 对不对 他在那边吵野协商 吵半天要签名不签名 那你应该从头到尾 你民众党的主张就是 立场要出来 就说不用开食安专案报告了 请送实验室再去做检验之后 确认是实验室感染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前面在那边讲说要开会 而且还要提前 开会 而且还要加开院会 你还害那个黄国山浪费那么多的力气 现在变怪怪的 又说其实不用 根本不用开会 第二个 那你今天看起来 我已经讲了好几天了 柯文哲主席 他现在早上还是一样 照样骑脚踏车去 这个民众党的党团 那你去民众党团的次数 我们开诚布公的 问所有全国报新闻的观众朋友 那比起另外两个党 52席的国民党 跟51席的民进党 另外两个蓝绿的党主席 有像你这样 我们走走咖的党 当然没有啊 那过往台湾的这个民选 这个政治史上 有没有一个主题这样 没有 真的没有 宋楚宜也没有 马英九也没有 吴博雄也没有 没有任何人这样做 阿兵也没有 那你一直冲 你冲去就算了 你冲厨房 你还冲餐厅 现在这个傅昆起 跟这个黄国山两个人要吃饭 为什么 因为立院要合作嘛 总召对总召嘛 结果他想说 立院的这个党团的三场 蓝白要参序 我也要去 他党主席也要去啦 他党 年轻人在相亲 爸爸说我一起喝咖啡 不是 你一定要去 吵赖清德跟朱立伦啊 我没有再跟大家乱讲吧 郑元哥进来了 等一下问一下郑元哥吧 对不对 你今天党主席的level嘛 你怎么会讲说 人家党团 对不对 所以黄国山会不会很希望说 你不要来啦 爱靠爱对咯 这个我要讲 黄国山跟民众党立委 最近的对外一进口出 没有没有 是我们主动邀请主席来的 人邀请你去 然后已经晚上10点说 人家买得多啊 人家说不好意思 已经做完了 我先回去 你来真的跑去 坐到两点 再来 开过季哦 所以呢 主席去参加 党团的参会 真怪 因为说实在 你的对口单位 就是另外两个党主席 朱立伦跟赖清德嘛 而且level在那里啊 那怎么会 那以后如果说 各个八个委员会 委员会在参序的时候 你也坐在那里哦 今天是什么委员会 内政哦 吃空吧 很好 我喜欢 干嘛咧 你党主席不应该 摄入这么多 全台22线市 我昨天在文报宣布 大家讲了嘛 你要选总统的人 这些人都没有选总统啦 傅君旗 黄国上 2028不会选总统的 你要选总统的 你缺什么 这次300多万票 你缺中南部的选票 你缺长辈对你的喜欢 赶快把这两块补起来 对啊 怎么会一天到晚冲立院呢 所以呢 今天就要知道 现在目前的民众党 主席的店位不明 再来 民众党党团 也要聊一件事 昨天发生一个状况 有点尴尬 就是昨天也让我 这个等一下可能问 这个侯哥 他会比较清楚一点 以往召开朝野协商 不就院长 说实在的 大家都四身变身 对不对 那这个党团的总统 那个党团 总统蓝绿在那边 以前还四个党 更多 当然是院长 在那边才有办法 开朝野协商 昨天立院开议 哪有时间 我昨天看到也下来跳 怎么是黄国昌 在开朝野协商 结果呢 黄国昌主持朝野协商 要讲那个 就是我刚讲 柯文哲说不需要的 那个实案专案报告 民众长根本就不来啊 你是哪位 你叫我们来协商 开议之前 人家已经协商过一次 你拒绝签名了 你现在要协商什么 好那问题来了 我把这个事情还原 因为民众长 还是希望能够有 加开院会 所以敦请院长 我们再开一次朝野协商 韩顾瑜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中外来交代 还是顾一个碰个软件 我很忙 那不然就 请民众长 你自己开朝野协商 你院长不到 武林盟组不到 你以为巨拳装里面装巨拳 他就可以号令天下 你天见屠龙刀都没有拿到手啊 等到那个寂寞 不会去的嘛 你今天坐在那边 那我今天反过来讲啊 如果今天是吴思瑶 或者是这个柯建民讲说 偶来朝野协商 你会乖乖去吗 你也不会去 所以院长 之所以院长 就是他是立法院的一个头 李人杰有没有讲 在场上只有一个是头 院长不在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朝野协商 因为朝野协商就是 谁都不比谁小 那才叫朝野协商嘛 那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立法院长再谁回去 那这个状况也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的这一个 第一个 你的份量不够 你开始想是不会有人去的 第二个 你通知时间太短 你中午说笑要朝野协商 柯建民讲说 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不在台北了 太离谱了 所以他们就没有参加 黄国昌所抄袭的 非常罕见的 朝野协商 令院长刚刚开议 大家等着看 你民众党的巴西 是没有用的巴西 还是真关键的巴西 没想到今天柯文哲怎么会 他到底看到什么了 他说搞不倒弄到最后 民众党只是 少数根本不关键 黄国昌这么卖力 你把他当空气了吗 居然哥 我们才刚刚看完 曾汉传 曾汉传特别强调 那个字念汉 不要随便乱念 曾汉传之后才发现 小菜一叠 为什么 真正的主菜 大人要烧打 小孩玩家而已 大人要烧打 柯文哲跟这个双簧 已经产生利益结构上的矛盾 各位你要仔细听一件事情 就在今天早上的记者问 柯文哲说 立法院现在都是看黄历喔 就是黄国昌 黄珊珊嘛 看这两个 你知道柯文哲怎么回答吗 其实这个记者问没有恶意喔 但柯文哲完全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反而提到说 有时候我们讲 如果蓝绿 可可做起来 反而民众党原本叫 关键少数 现在直接变少数两个字 变空气了 关键不见了 这是过去什么 我们一直在笑他的 我们一直在骂他的 他主席笑自己了 他有没有坚决否认 过去一直否认说 没有这一回事情 说他如何在蓝绿之间的合纵连痕 但今天柯文哲怎么可能 自己砍自己一刀 当然不是嘛 这一刀砍像谁的 黄国昌嘛 就是在讲 我们刚刚稍早就提到的 国昌昨天闹的那一出 独守空贵的闹剧嘛 像话吗 民众党换到任何东西吗 有任何的议程改变吗 有得到媒体的掌声 民众的掌声吗 都没有 完全没有嘛 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 你干嘛把我柯文哲的镜头都抢光了 我昨天都没摆面了 都你黄国昌摆面 所以这一刀 讲白了 是在对黄国昌下警告 你不要让我们民众党变少数 被泡泡化 而且你看喔 加码 你加码 我把你扒下去了 把你打下去了 我先打你再吹捧自己 说什么 这个山长饭局有约 他这个原话 不是说自己会亲自出席 他说我跟你讲 需要我跟大家 帮他们介绍认识一下 等他们熟了之后 第二次就不用再去了 什么意思 说黄国昌 黄珊珊这些人 菜笔八 根本没办法跟国民党沟通 要我柯文哲受劳动 我去给他敲手 才有办法 有可能吗 各位 太离谱了嘛 黄国昌会不认识国民党 黄珊珊会不认识国民党 怎么会有这种可能 所以柯文哲反着讲 意思说我很重要 不然你们不能 我才是劳动 他只是要去呈现这个状况 当然柯建民听了就受不了 吐槽两句 鱼虎谋皮 耳鱼我照 最好再补充一个横连诈骗集团 好我们现在看到 柯文哲最怕什么 怕没版面 所以 一天 一个礼拜至少两天 往党团充 终于他也有版面了 管他是内讧 管他是什么掉粉 居然宝宝这个话题 他被问的也很高兴啊 非常高兴 你在嘴笑把笑 来 柯文哲总共讲了几句废话 我来跟各位介绍 第一个他讲说什么 他说 这个没有啦 我跟你讲 杨宝珍这个人家说他很累 很累的休息一下 这不行是不是 然后还讲第二件事情 说说没有杨宝珍 不知道他是要去台中 还是这个松信选区选举 我跟你讲 为什么第一句讲废话 不是我主观意愿 杨宝珍在松山信义经历多久了 拿1.2万票 差3000票就能当选了 而且他声势比过去更水涨船高 又不是吴夏阿蒙 我敢在这边讲啦 杨宝珍如果再选下去 保证当选议员嘛 所以他怎么可能跑到台中去呢 但他为什么要去讲这种话 他是不是故意放话 故意知道学习 当然是嘛 但显然对于杨宝珍这件事情 他也没有一丝万袭 也没有一丝连袭 而且至目前为止 即便民众党 大家看看我们讲很多 特别是韦翰哥 跟我们报告一件事情说 陈志涵在国外 对不对 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想不通 请问一下杨宝珍 他还没有开记者会 是谁替他宣告说 他即将要辞职的消息 就智涵啊 就陈志涵嘛 陈志涵宣告了嘛 所以杨宝珍出来了嘛 哭完了嘛 发脸书嘛 但你陈志涵当天 没有空去留个言吗 对啊 这相隔才没有几天啊 等于是你有空 跟大家讲说 哦 宝珍辞职了 然后马上冲机场 然后坐飞机飞走了 是这种状况吗 所以不要乱掰了 好不好 来 重点是什么 杨宝珍哭了 一排喊勾勾 但是我们刚才讲 就是没有陈志涵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提示的 但你还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如果说 柯文哲跟你讲 没有内讧没有内斗 他就很累了 他只是哭了 因为很有情绪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杨宝珍半个留言 都不回复 好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今天大家都聚焦在 是不是陈志涵 把杨宝珍原本期待的主任位置 给端走 所以才会有内讧的一个说法 今天还有一个 我们本来不知道的 原来有有力人士 有重量级的大佬 去给他建议 说柯文哲 今天立月新开议 你好好要借重宝宝的实力 他为什么没把话听进去呢 既然哥这个叫寒蝉效应 第一件事情 杨宝珍没有回复 半个民众党的人 这代表一件事情 他已经心灰意了 第二件事情 没有半个民众党的人 这时候突然贴他站下 蔡壁如我有办法解释 你知道为什么蔡壁如不出来吗 出来就完蛋了 就入够了 就入线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蔡壁如出来一停他 他们这些母姐会就会讲说 你看人是你硬撑进来的 我跟你说没错 他们这些人就是心怀不轨 这就是柯文哲讲台中的关键字 心怀不轨 等于是说友谊想要通肥 你怎么看 当然可以发现说 柯文哲现在还是有媒体曝光 但是都不是他的事情 是杨宝宝珍哭啦 是黄文哲在立法院召开 他有事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是 是傅困奇和黄文哲 他示范说我也要去 他都不是主题喔 你看那一天 昨天在立法院当中 徐晓星跟黄杰两个人 对不对 党场对干起来 柯文哲可以冲进场吗 不行 虽然他是党主席 他不是立委 他也不能进场嘛 所以你去立法院想要变成主角是不可能的 你只是沾到边而已 那你应该找回自己的主场啊 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像个柯文哲是要选2028的人 不管徐晓星 黄杰 黄国昌 杨宝珍 陈志安都没有人事啊 你去弄那一锅干什么 你既然是要考联考的人 你还一天到晚在跟他打篮球 你要打篮球 你去当职业球员 你每天练球 但是既然已经不是的时候 你好好好的准备你的2028嘛 你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机会我遇到他我来问他 你真的是因为觉得说 现在记者都在立法院 所以你要去立法院 你舍不下那个美光灯的焦点 然后时不时的骑脚车过去以后 那大家就来读访问吗 你要有2028年 2026不能选太差 县市长黄国昌 黄杉宝 那不用讲了 有没有说要选议员 你怎么决定谁选议员 你再继续让下面的人在那边逗 你下去一个月你就知道 原来云林有这些人 对 朱葛亮不去这个 这个找 刘备啦 刘备不去 刘备不去三顧保鲁 他也找不到朱葛亮 对 他这样颠沛流离大半生 终于找到朱葛亮以后 他才忘记来嘛 所以你看全台去 到处的去生耕 去耕耘 去找人才 而且还决定2026年的 全台的议员的选举 你留在立法院 绝对不是你的场景 你可能半年 一个月的回来一次就好了 每个礼拜七 两次脚踏车到立法院这个场景 说实在的 我认为了 个人看法 对柯主席的高度 跟2028绝对不是正面的 是 霍之 你怎么看 我觉得柯文哲 反正他用的风格就这样 用完就丢了 插短线 你说像杨宝珍那事情 我算是换工作换得比较多的 我每次换工作 不是主管请我吃饭 就是同事请我吃饭 他搭好喝一招 我那哭 哭 哭 怎么可能 他要帮我 换工作就帮他感恩 对不对 那你说柯文哲到现在为止 已经吵三天了 只能说没你在吵 我问你啦 柯文哲找不到他吗 你踩一个地团问一下 我刚刚老保证怎么问 我通过电话如何如何 刚好困难 是不是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一句话都没有 他讲台中那什么意思 讲台中那个意思 不是说他要去选台中 是松信没有你的啦 你松信想都不要想 你就是整个砍掉了 这是他用人风格嘛 谁走的我都无所谓 谁走的我都不会安慰 都不会挽留 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同样的话 我觉得黄国昌现在要倒霉啦 你知道 他现在讲 人家问他要看皇帝 他讲说我现在是少数不关键 人家问他要不要加开院会 他说这个会怎么需要开 就是实验室污染 这两个都在打脸黄国昌啊 黄国昌当初说 我巴西要玩得风风雨雨 你们所有人都要来考试 才多久过去 他跟你讲说 这个少数 这个我们现在少数不关键 然后呢 他每天可以看到黄国昌 他如果定掉这实验室污染 你跟黄国昌讲一声 黄国昌就不要提案了嘛 现在告诉你是说 黄国昌你所有做的都是做的 都不是我要的 今天所有的 今天呢 你把局面玩到这样 你黄国昌自己要背 不是跟我没有关系 好 然后倒数明天就是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日子 没有想到柯文哲才刚刚落下重兵最新的人士 包含呢 陈志涵放到了立院党团担任主任 没想到就在今天开议前一天 你看到画面当中 民众党很多人对他印象深刻 这是美女发言人杨宝珍宣布请辞 背后为什么呢 现在居然扯出了不满被柯文哲冷落 所有的重要的位置怎么都没有他 我的战功都不在你眼内吗 跟内斗有关吗 杨宝珍请辞的背后 我们就来看看大选过后 民众党内的菜壁如闷 他们的处境居然如此雷同 预告了柯文哲怎样的管理危机 民众党的这个最美发言人 美女发言人杨宝珍今天传出请辞 而且在记者会上他怎么样 他直接当然哭出来 哇这一哭多少的百万宝宝粉 心都碎了你知道吗 过去杨宝珍在民众党立下的战功 那是完全数不清的太多战功了 甚至他怎么样还跑到艰困选区去战 可是你看他今天宣布他要请辞发言人 甚至离开党团 他是看起来是有委屈的喔 光看这个画面像是看起来要去进修的样子吗 当然不是嘛 虽然他嘴巴上说我现在离开之后 我要休息一阵子我要去进修 但是你要进修 你干嘛要流里眼泪呢 代表说这在背后一定是有委屈所在嘛 好你一开始给我们调悬调成这个样子 你要知道喔 整个事情今天早上大家就开始追 保证要请辞 明天立院要开一眼 民众党还有很多要借重他长才的地方 你怎么选在今天请辞 结果第一个出来讲的是谁 居然不是他本人 而是陈志涵 陈志涵出来说 他要请辞是因为有新的人生规划 是更好的规划吗 如果这个人生规划是更好 怎么今天出来的记者会 他会删染泪下 是居然跟你讲重点 通常请辞自己出来讲就好嘛 那只会别人出来讲 那别人出来讲代表什么意思 叫做被请辞 他等于是被党内请辞的概念 是吗 那委屈可大了 所以委屈非常大嘛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杨宝珍过去帮民众党立下 多少的汉马功了 而且他也是创党元老 他2019年的时候是蔡壁如面世进来 要担任这个所谓的区域立委的人选 你知道吗 他是写滴子亲自 手把手面世进来的 他那时候进来说 哇 党内的时候 一大半的眼光都投出了他在身上 因为他外形亮丽 口条又好 又有媒体经验 所以当然非他莫属嘛 可是后来坦白讲 他原本要去选区域立委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柯文哲在一个地方活动上 突然宣布 他跟那个陈佑审 你们全部来当民众党的发言人 就被告知一样 跟今天一样 同样也是被告知的情况 所以他完全后来 就没有去选区域立委 那坦白讲 他这路走的也是满满颠破的 原本他2022年的时候 还要去选这个所谓 松信区的议员 当时怎么样 我们知道松信区 在台北市等于是死亡之组 他死亡之组 竞争最激烈 最难打的一组 非常激烈 那他最后选举结果怎么样 是落选投 那实力很坚强 实力很强 但台北亚 我当时也去采访他 那我看到他其实有点孤立无人 其实台北亚 跟现在蔡壁卢局势有点相似 因为蔡壁卢在台中一 他去挑战蔡其昌 只输了六七千票 他也是衰败尤容 一模一样 是他也是衰败尤容 一样吃锅贴 所以你看 现在这个杨宝珍 当时选的非常鲜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当时去采访他的时候 他连竞选小 我都非常省吃紧 要给每位支持者 他因为他要给我 我刚才说你不要给我 你给其他支持者 对你选情比较有帮助 因为你给其他支持者 你等于多一份力量 你就知道 当时台北市还是谁主政 柯文哲主政 他怎么没有投入市政资源 到杨宝珍身上去 让他选举呢 所以你看杨宝珍在从政之路 一路上好像没有收到柯文哲 太多关爱的眼神 你刚刚是盘点他对于民众党 所有的战场无意不语 对不对 他这么挺柯文哲 现在闹得在镜头前 潸然落下说 他要先休息一阵子 怎么会这么委屈啊 是呀这大家都不会相信吧 所以大家想说是不是内斗 到底谁内斗他 现在有人外传点名了 是不是刚接党团的主任的 陈志涵在内斗他 那当然陈志涵 陈志涵为什么 陈志涵当然说没有嘛 因为他坦白讲 这个当时杨宝珍进入到 那个民众党立院党团的时候 他是跟陈婉慧一起进去的 那陈婉慧现在也没有在党团 那现在陈志涵要入主到这个党团 当主任 是不是等于要带一批人进来 那我就问杨宝珍现在党团内 还有位子吗 他就被失业了 对他就失业嘛 当然陈志涵否认这个消息 他也说他祝福他 但我就问 当杨宝珍开记者会同时 我在网上直接看 现在包括陈志涵的脸书 已经被很多网友灌爆 灌爆说什么 人是不是你逼走了 直接灌爆陈志涵的脸书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网友都这样猜测 那你知道过去 这个杨宝珍台湾 我们问说宝宝分很多 因为他长得漂亮 然后口条又好 很多柯文哲的 大大小小的竞选场合 你都可以看到他主持的声音 所以他累积下来 是长年今年累积下来的 这个柯粉在他身上非常多 可是现在的谈判 陈志涵要接党团主任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要说 他变成杨宝珍的斗争 因为接了党团主任 是不是立法院 他掌握实权的 人事掌握实权的 政策也掌握实权 那还有其他人的空间吗 当然没有 那我就问 杨宝珍等于是陈志涵的学姐 学姐的概念 他比你早进入民众党 甚至比你早进入民众党团 陈志涵什么时候来进入了 他2020年才进入 柯市府担任发言人 2022年才担任 柯市府的市政顾问论资历 其实他远差的 这个杨宝珍太远太远了 那杨宝珍他做的还是厚道的 刚刚记者会上我也听了一下 他也是有感谢陈志涵对他的照顾 他没有口述而言 但是外界现在补负中意的非常多 那现在就看 民众党这把火怎么熄灭 这把火还会继续烧吗 怎么来看看今天山然泪下 就在众目睽睽镜头下 说他要休息一阵子的杨宝珍 现在在我们直播线上 为大家邀请到是杨宝珍 他之前的直处长官小牛 玉安在这个地方 前民众党的文宣部主任 小牛你怎么看待今天保真的决定 大家都非常熟知 他其实很常 算是帮忙民众党上节目 去帮民众党辩护一些事情 然后甚至过去也曾经参选过 这个市议员 那在民众党内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人气非常高的一位幕僚 平常新讲可能对他来讲 可能也觉得大概 没有说到实际上说真的被重用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知道说 柯文哲他又成立了所谓政策会 然后又成立了所谓的这个新闻部 但实际上当然担任要职的人都不是杨宝珍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也 我要帮宝珍这边报部品 也就是说其实宝珍确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真的帮科主席算是立下非常多汗马功劳 像包含像宝珍也好 像毕如姐也好 这些都是为民众党出去外面开疆辟土的这些 就是曾经去打天下过的这些人 就是说包含像2022年很多议员 当然那时候最后全台湾只有选上14席 但是有这么多其他的这些过去 曾经有帮民众党出征过的这些人 那好像选完之后就大概就没有任何下文了 那过去可以用所谓的没有资源来去搪设 也就是说因为过去党确实资源不是很足够 那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可能这些人也没办法 就是深多周少的一个关系 所以可能也很难在民众党那边继续发展 这样子但现在这今年喔 然后民众党现在看起来喔 一年有1.5亿的这个政党补助款 然后以及柯文哲主席他选总统 有1.1亿的这样子的一个选举补助款 加总起来喔 可能将近四年可以领到将近8亿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喔 那在这么多资源的益助之下 是不是要更加重视这些喔 可能为党出征的这些人 所以不管我刚刚讲到 不管是像刚刚讲到碧如姐也好 这个保真也好 然后或者是说像陈婉惠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都是柯文哲主席 或者是台湾民众长这边必须要通盘去 呃检讨或是思考的一件事情 好谢谢小牛 在线上为我们做的详细解说 来靖言今天 保真的决定 是不是又再次应验了那几个字 今生半生啊 看起来绝对是 而且柯文哲 你现在至少掉了50万票 看到杨宝真一落泪 我想很多这个宝宝粉都觉得 心也跟着一起碎 我一定要帮杨宝真多讲几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杨宝真是我国中的学姐 你从柯文哲这个选择 陈志涵 抛弃杨宝真就看得出来 柯文哲现在 对他来说只有战斗力最重要 可是这个战斗力呢 不是对外的战斗力哦 而是对内的战斗力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 你从柯文哲的行为讲真的 不客气的讲 柯文哲有点像渣男 为什么 就屎乱中气嘛 用完就丢嘛 杨宝真不是第一个 蔡壁如 陈婉慧 到今天杨宝真 他自己讲说他是主动请职 可是主动请职居然还落泪 讲到说他没有要离开民众党等等这些 谁都看得出来 他的内心就是有委屈嘛 那柯文哲为什么要去批评他 你真的跟渣男一样 你这样子建议思前 这个建一个爱上一个 然后这个问题是 大家还是在讲这个旧爱还是最美 大家回头去看看蔡壁如 蔡壁如 杨宝真这个 然后包含谢立功等人 他们都是这个 在民众党创党的时候 就参与了 他们对民众党是非常有感情 他们是希望民众党真的可以好 可是就像蔡壁如讲的 你柯文哲现在圈子越来越小 只有某一些人在把持 你只听某一些人的话 你只能让民众党越走越偏崩 越走越小 未来民众党很有可能 因为这样子泡沫话 所以呢 网友就在讲嘛 民众党拿到什么内斗 没有内斗 只有被斗 只有被黄山沾斗 只有被陈志涵斗 这个很好笑 更不用讲 刚才问王哲哥已经跟大家讲了 杨宝真他是第一批民众党的发言人 那个时候除了他还有陈又诚 所以这个发言人包含陈又诚 后来他去当了市议员等等这些 杨宝真都一直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在政论节目上面 我们也很常通胎 杨宝真讲话 他确实 他并不会说 硬拗到底 假设真的民众有哪里 相对起来比较做的 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他也不会刻意去硬拗到底 他会讲说 我们有一些地方要检讨改进 可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 得罪你黄山沾 得罪你陈志涵 没有坚持到底 没有硬拗到底 不属于鹰派 所以呢 被逗离开才三篮内下呢 佳凯 是这样吗 我们都知道 杨宝真下午开计会的时候哭了 总结就一句话 宝宝心里苦 但宝宝不说 但是他的眼泪已经说明一切了 我们就想提醒 柯文哲在选后不是说 他2028要继续来选总统吗 但是中间会经过什么 20269合一选举 但是我要提醒柯文哲 民众长不要忘了 20269合一选举 不像2020的总统大选 你有不分区啊 你一人的关怀 可以带领所有的县市议员 因为县市9合一选举 市长议员 里长选举说 每个都是战将 但我们可以看到 民众党现在发生 从宝真身上 从毕如姐身上 看到的事情是什么 你把这些有地方 战斗力越推越远 这些人才是你真的 如果要民众党活下去 2026势必的地方关键啊 你现在在搞斗争 因为他们 宝真 从一开始就跟着你民众党 跟着你柯文哲 但是你要记清楚 他们绝对不是民众党 你要对付民进党 对付柯文哲的传声筒 也不是传话筒 更不是斗争工具 所以柯文哲你不要忘了 如果你真的 要在2028完真的 这些人 是不是要拉在手中 你不要用帝王之书 再继续控制 你党内的思想 你应该让这些年轻人 真的有意愿 让民众党 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如何利用你的旋律不管 让这些人在地方扎根 我就举个例子 新北市党部主委 陈士轩 他也是地方议员啊 他把地方进得很好 他也是年轻人 对不对 你就应该让这些有意愿 挂着民众党的身份 继续参战的人 你让他给他多一点身份 而不是当你斗争工具 我这边也想呼吁一下 国民党中央 既然民众党现在 出生发生了一些内斗 我们市场 要不要把它挖角过来看看 因为我相信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绝对都容易给 年轻人机会 民众党 你对民众的心还没有关系 国民党展开双刺 来欢迎你好不好 5期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 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再衝一下 请大家楼上楼下 call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 订阅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 请大家看 我来自立的订阅 我来自立的订阅 你能够在学校 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